來,我們今天來做的是蘑菇花 我們要把它刻成這樣 剛開始的時候蘑菇 待會兒要挑一下 挑,好 蘑菇要夠圓 就去掉 然後接下來介紹一下刀子的拿法 紙子跟文明紙放在刀子的下面 然後勒 食指跟中指靠住它 好 今晚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使用的部分把它操作 用我們的骨子 靠著蘑菇 然後勒 往下 刀子走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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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它就會有弧度 你不用刻意的去製造弧度 刻意的話更不會有弧度 好,我們只要 然後 骨子 順著蘑菇的 弧度 然後往下走 我練習過一段時間就好 你再拿 拿紋就可以了 然後往下走 往下走 切記刀子一定是走直的 它自然就會有弧度 產生 切記刀子 直上我們這樣子就完成了 要做一點變化 好,我們就拿一隻小刀 大刀其實也可以啦 那當然我們需要它的 刀尖 刀尖的部分 不要太寬 接下來用壓的 直接下壓 直接往下壓 在轉的時候咧 是蘑菇轉 然後刀子原則上是成 平行 90度 蘑菇轉 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那個 尖尖的部分 還會一隻心 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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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就是 接下來就 中間的話 我們可以稍微 可以再做第二圈 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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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壓好 壓一下 8 壓力 壓一下 壓一下 那我們在刻模布的時候 基本上會有一個 剛開始 應用的時候 你的拇指 你的拇指要順的這個 弧度來講的話 其實一般人會有一些困難 那剛開始的話 可以建議說拿一個雞蛋來試試看 然後我們就是 順著雞蛋的弧度這樣子走 應該是想練習它的走向 刀子的走向那才是最重要 刀子絕對是走直的 因為弧度的問題 它會變直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 對 刀子絕對是走直的 然後我們就只要順著弧度走 它自然就會有 整身 一般人絕對會認為說 想要把它做弧度 沒有辦法 你沒有支撐點 你這個弧度絕對做得很漂亮 那你只要走直的 這個弧度它就會出來 可以用一下 你看看我這樣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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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